日前某天下午搜狐视频在机场等人 突然看到一位走出闸口的副台长者非常眼熟 随之搜狐视频认出他就是去年大火的著名作家莫言 莫言身穿黑色休闲风衣和浅色衬衫 保持着传统作家朴素的作风 他表情平静和蔼 新手推着行李车缓缓走到机场大厅 当时陪伴在莫言身边的是一位30多岁戴眼镜的女士 这位女士身穿米色风衣身材丰满 五官与莫言非常相像 莫言身边人潮涌动 但却没有人认出他来 而莫言则面带一丝微笑 显得很有耐心 几分钟后 三位男士一起走到莫言和那位女孩身边热情的打招呼 莫言对那三位男士露出宽厚的笑容 接着那三位男士有的推车有的拎包 挫拥在莫言的身边走出机场大厅 莫言这时戴上了墨镜 一马当先的大步走向车库 搜狐视频注意到莫言行李很多 行李车上码着好几大箱海鲜干货 在机场车库 莫言和众人走到一辆黑色脚车前 接机的男士纷纷搬运行李物品 莫言扎下墨镜客气的表示感谢 莫言和那位女士一起上车离开机场 搜狐视频在尾随时从网上查到 那位形象与莫言相似度很高的女士 正是她的爱女管笑笑 几十分钟后 汽车进入了位于北五环外昌平区的某公寓小区 在一栋楼前停下 接机的几位男士忙着搬拿行李 莫言下车后弯腰要提一箱海鲜 马上被人阻拦住 她乐呵呵的走进公寓 截止到晚上 莫言和爱女在未出现 搜狐视频注意到 当天莫言居住的公寓楼房很新 估计业主们入住时间都不长 而一位邻居向搜狐视频证实 莫言确实住在这里 好像是从去年下半年才搬来的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独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